我们竟然玩这个时候 我会跟大家讲它怎么玩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玩法 这个玩法我不知道怎么讲 应该是一个自创的玩法 因为我们以前有玩过类似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有所谓的居民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你们要觉得说要怎么玩的话 你就看一下 那这边开始会跟你讲怎么玩 战斗购血系还蛮简单的 它有种像是我们 其实我觉得有模拟经营到 因为它有所谓的people 有些模拟游戏它没有people 那这比较像是自创的新玩法 那重点来咯 它里面是结合武将的一个题材 所以 我怎么卡住了 刚我屁事 我们卡住了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它上完还会动 等一下 我们可能要重开一下了 那我们就进行武将的升级 各位如果当机的就是重开 怎么有自卡在那边啊 我有问题吗 一件招兵 所以 玩法来咯 好 那战斗的样子就这样 其实还蛮可爱的玩法 那你下面可以加速跟正常 那这样就攻略了 其实就那么简单啦 那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升等 因为它是以武将为题材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游戏还蛮适合跟你们介绍的 那你一开始就是一直点下面这边来完成Mission 那寻版可以让我们得到Heroes吗 喔 还可以得到一些任务这样 像收藏实弹 然后Mission啊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这新手游不错 那有手厨啊 喔 对啊它武将为题材 我觉得大家就甘心的就是 那你说以武将为题材的手游 那到底你里面有什么内容 或者是你的武将说 你的武将是长什么样喔 好 那大家最关心的东西来了 它里面的武将就做的那么美 我随便挑一支给你看 丰富啊 我们这个游戏 你看 东西都要爆炸 然后 它的S角喔 每次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这边是它的领地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我的people 光是这一点就是值得G玩下去啊 像是一件招兵 然后你就确定 G名的升级 所以有结合策略S楼居 也是有所谓的G名这样 然后你可以生产 武将 背包 and布阵 太好玩了喔 那你们如果是新手的话 你就一直点这个 然后你 你 就可以一直的做一个升级喔 你看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你看 啊 啊 错了啦 然后寻访呢可以让你一直寻到那个 英雄 资源 然后它有七天奖 然后这边有点将喔 跟排行榜 建设跟武将 那战斗过程就像刚才我给你们的那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你可以配置我们的people 去做所谓的东西 那就得到相对的掌力 那这边你就自己control 看你要小麦多一点还是怎么样多一点 那将让他们维持所谓的平衡 平衡 真的很好玩喔 诶 这等一下 好 那因为任务的关系啊 我们先把它解完 这样子 诶 我安置了啊 有点确认 有点确认吗 有点确认吗 哦下面要点确认 你好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个手游就玩到这边喔 还蛮好玩的喔 太好玩了 啊记得下面点确定啦 然后就升级村庄 我觉得这游戏还做得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其实 好重点来啰 我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是太可爱了啦 哇怎么会那么好玩啊 看不出来喔 那你看你就可以上阵你的英雄 看不出来他是一个那么好玩的手游 你知道 那你就可以去 这边就可以直接攻略了 好 那最重要的地方就这边 好这边就是他的战斗过程 而且居然可以直接跳过 超耐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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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